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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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我们现在说八宗干扰 八宗的简介 八宗这个课题 我们在佛学院读一年 所以要浓缩一点说 因为上次我们说八宗的关系 八宗共红 这个太虚大师主张八宗共红 并不是八宗逐个逐个要自己去红 而是八宗一起看 所以八宗一起看 你才知道能够学到八宗 这个佛教总共有十宗 除了这个小城 是驱舍中和承实中 驱舍中就是用这个驱舍论 承实中呢 承实中就是用承实论 承实中就是用承实论 这个承实论有些大城的气味 就是大城的味道 这个驱舍论 就是大皮婆沙论 这个叫小城 小城 小城和大城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下一次就会详细讲 因为为什么呢 今年安排了我讲四念柱 明知我是讲大城的 你叫四念柱是小城的 就是想怎样 就是比较大城与小城 是吧 四念柱是这个小城 收五庭深宫 照驱舍论 收五庭深宫 收到圆满之后呢 收这个四念柱 这四席十六行相 八席三十二相 正建道 建道跟着呢 就断这个 由一果到四果 就正这个阿罗汉果 就是断施滑 建道就是断建画 建施滑 施滑就是正小城果 你说四念柱 是不是要我讲小城果呢 不知道啊 都会讲大城的 我们大城呢 如果要正道的时候 我们又不是这么正的 十住十行十回向 之后呢 我们又收短顶忍畏 世席一伐 四家行为 又是四家行为 但是我们是收四尋尸 就正四如实子 即是呢 这个名尋尸 所有名字都是假的 因为都是它的概念 所以呢 这个名尋尸 有个名字之后呢 就有个 有个 有个实墨在里了 有个实墨在里 这个实墨呢 它本身是没有磁性的 因为我们是变出来的 那这个变出来的 那 那 刚才说的 这个空间 无论是 禅中正的 虚空粉碎 大地平沉也好 那两个东西 妖塔 那些也是好 就是证明这个世界呢 是 不是 和人分享的 这个世界 是一个人的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你摄持出来的 不过我们的世界是重叠 所以觉得有些东西在里 其实你可以退出的 你可以 就是 这么多个世界 A B C D 我们大家都一个世界 不过我们的世界是重叠了 重叠了 我中盈有因果 有因 有仇 那些你会重叠 如果没有因没有仇 为什么重叠 都没有 永远都撞不到 我到现在呢 我都没撞到我小学的同学 又没撞到中学的同学 你现在香港有多大的 没撞过就没撞过 四五十年都没撞过 没撞过以前那些人 每一个都没见过 没有人会见不到 但是人家那些死党 死到现在都在那里 所以呢 所以这一个 一人一个空间 一人一个空间 大家的空间是重叠的 所以你可以退出 剩下你的空间 那就是见到他在那里摇摇 就是见到他在那里摇摇 就是见不到我们 见不到 见不到那八十多人 我们八十多人在那里摇摇 但是见不到我们 就是他在那里 就是他在空间里 拿回自己的空间出来 那就虚空枕碎大地平沉 沉了他那个 不沉了他 但是如果虚空枕碎大地平沉 我们都没有买 难道进了黑洞呢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这个大城 曬小二城 加上是十宗 那大城和小城的分别呢 就是小城就是断烦恼了生死 那大城呢 那大城呢 大城呢 就是消业职服求解脱 就是这个小城呢 就是断烦恼了生死 断烦恼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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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了生死的 烦恼了生死的 大城就是消业职服求解脱 与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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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小城 不如小城 大城 不如说在家出家 出家人 在家人 出了家之后呢 日中一食肆 一缩三一缩 什麽都不用休 你只是坐在那儿等 看看断不断烦恼而已 你代家呢 你不用指望断烦恼 你的烦恼又跟着 你断不了的 就是这些烦恼 烦恼一堆堆 你没有冤家 尤其是说 你有冤家就是有債主 有債主你就要供樓 供樓 供樓你就 一生 一生 樓债 半生老婆奴 所以你就大件事了 跟着你烦恼第一大堆 所以呢 你在家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烧业 要多些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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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冤家债主跟着你 當然是試食 試食是最好的 追着你 追着你給他些东西吃 那你冤家债主 变成他买饭幫主 那他是多好事呢 你是他的买饭幫主 那接着就是 供天啊 供城啊 小城沒有這些 小城從來都不搞這些 小城正在乎 沒屌生死 出家人 他可以解決的 所以這個是出離心 出離心 出離心 這個是出離心加大悲心 出離心加大悲心 加大悲心 大悲心呢 就是大成了 大悲心 不如自私一些 消業積伏 就是蒙多業 對眾生好 不如想眾生對你好些 你對眾生好 眾生是對你好的 蒙多業將起 我幫助眾生 其實是幫自己 幫人幫自己 所以供天 那不是大悲心 天使你幫忙 但是你想他對你好些 所以這個 跟著我們的出離心 就是善證物 三個善證物 善證物 善證物 這個年輕人 年輕人 剛剛學佛的 多些體會 佛教 打坐 有古靈精怪的東西出現 要見光 要見什麼 不要說到他心通 不要說到天眼通 天耳通 那些是難一點 但是 還要見光 身體會衡養 會之餘之餘 見到一些東西 那這些是體驗佛教也好 那到你中年人的時候 你就要收穫中了 你不吃飯 你的冤家債主都要吃飯 你也要吃飯 收財神 收財神 你不要說是屎盃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吃飯 別人都會吃飯 所以你一定要事業 要施法 跟著准提法 要施要沒有病 你一定要沒有病 所以 跟著 准提法 就是滿宋生的緣 滿緣 跟著 求解決 整個 年紀大的時候 收淨圖 更生不向 此生道更向 我將道此生 你知不知道下一世是怎樣 不知道 下一世沒有機會學佛 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 這一世知道有個淨圖法門 當然是拼命收淨圖 當然是拼命收淨圖 就是看他一踢過 你去到淨圖 最好拔遮便都要 在外面等 五百大劫有電話 你去到就可以了 在外面等 只是喝茶 在外面等不久 香港人習慣了等 看醫生又要等 鎖比機又要等 買樓又要等 什麼都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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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淨圖也是等 在外面等 我沒有去 所以最重要拔到遮便 所以 這個禅政策 是三個一起收的 你年輕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收錢 但是 女政和麥都要照顧的 麥都要收 年輕的時候 已經懂得賺錢 已經知道錢的重要 那時候雖然打坐 但是錢都很重要 那時候已經 已經懂得去排隊住公屋 就不懂得賺錢 錢的重要 錢的重要 那為什麼不找人幫忙 幫你賺錢呢 什麼黃財神 白財神 黑財神 然後弄一下這個 弄一下這個準題法 弄一下施法的準題法 魔力之天 然後衛職金工 一大堆東西 這個是脈中 脈中用的東西 就是你要用這些東西 令你的生活過得圓滿 出家人不用的 出家人斷範老條生死 不用這些的 不知要錢做什麼 出家人不會收財神 除了我給你收 不是我自己收 我一向都不講錢的 我一向都不講錢 我一向都不講錢 我沒有錢的 我一分錢都沒有 我的錢是給物糖的 所有的錢歸物糖 戶口是連名的 所以我一向都不講錢 所以我一向都不講錢 就不用付黎銭 去到哪裏你給哪裏就可以了 因為十方 十方的東西一模一樣的 就是我沒有要錢 所以這樣有個好處 人家叫我做白色 你不去做呢 他一萬元我都會免得做 神經病 這麼辛苦 錢是白糖的 辛苦是我我理你 不要說一千元二千元 一萬元我都不會做 做來做什麼 也沒有錢 所以這個 我們沒有那麼慈悲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禪植物 三個是一起收的 所以在家人是收這些 出家人呢 斷飯老了生死 那禪中都一半 如果你全中出家人呢 都是斷飯老了生死為主 所以呢 大城頓交 跟你好的時候收錢中 所以呢 與其說 大城小城 不如說出家在家 出家人收的就是小城 在家人收就是大城 這樣很簡單 除非出家人要弘法 我們三個都要收 我們是超級市場的 我們呢 所有東西都要齊 所以我們接花 接四個 這個 花鹽宗 天台宗 這個 維色宗 蜜宗 我們接花 四個 不敢接 不敢接這個禪中 因為開門全開門 你說開門 現在都不是開門全開門 不過 你接了之後 人家就會考你的 是吧 無謂 無謂給別人考 所以 他們說八下更聰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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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百宗 其實是禪正麥 小城 不要說了 城實宗 驅寫宗 不要說了 禪正麥 除了麥宗 和禪中 其他都是正土 或者 念法 街律 遲間念法 律宗 遲間念法 天台 教宗天台 行歸正土 花鹽 八十一本 普言 道歸正土 這個 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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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了也可以 說他讓禪中吃了也可以 般若的部分 是被禪中同化了 中方的部分 天台中就拿了它 因圓所生發 我雪跡是空 易明是假明 易是中道義 是中官論的計 被天台中拿了做空架中三官 所以 尊裸魔羅宗 全部境外就完了 所以卡蒙羅什 最後是草堂寺 還在西安 草堂寺現在做了律宗道場 其實卡蒙羅什 因為他進來中國的時候 在邊境住了18年 卡蒙羅什 死了之後 他就說 如果我譯的經典沒有錯 那個舌頭就不難 他就燒了出來 剩下的舌頭 葬了在草堂寺那裡 現在這個荃衛法師 荃衛法師講經了 荃衛法師講很多經 那些牙不壞 燒了之後 剩下的牙 不是你虛正牙的牙 這個講經嘛 那你緊要有些暗示 我死了不知道想一下 要剩下什麼才能證明一些東西 因為傳媒法師講那麼多經 那你不表示 那怎知道你說的東西是否正確的呢 所以就要剩下的牙牙 所以這個卡蒙羅什 都是 我們呢 若果然說八宗 如果不是八宗干擾 只是說題目也要很久講的 那些苗花蓮花經 九醇含苗 你就是講個經題 九十天 五堂那些 五堂都沒有一個經題 所以這個 但是有這樣的好處 因為佛經那些全部縮短的 這個《花蓮經》就講七堂 這個《苗花蓮花經》是講五堂 那些人都喜歡看的 因為促食的嘛 你們這麼多東西 如果《苗花蓮花經》講幾十堂 好像五十多堂 上一次大會堂講五十多堂 當然是幾堂那些好聽的 現在《六祖壇經》 《語庭經》在這裡講六堂 代課 講到六堂 網上也有很多人聽 所以這個有這樣的好處 因為那些人沒有那麼多時間 現在這些人濃縮了之後 那就容易理解一點 我們現在講八宗 八宗最主要是律宗 因為所有宗都要戒律 無論大城、小城、金剛城 你全部都要戒律的 沒有戒律就不用做了 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法 因為為什麼呢 佛法和別的宗教有分別呢 就是我們要戒律 我們要戒律 戒律嚴 所以這個變成大家都能夠遵守的戒律 就不會行他答錯 我們這個戒律 出街人的出街人的戒律 所以戒律呢 分開出家在家 我們第一頁 巨足戒 這個戒律是出家的 其實戒律呢 其實戒律呢 總共呢 在家的戒律 有這個 有一個五戒 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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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經 有五戒 五戒 上經 我們講過了 我們講過了 《優婆生》五戒上經 網上要看的 這個呢 還有這個八軍齋戒 跟著呢 十善 這些都是在家 在家戒來的 十善呢 就是 就是這個 十善呢 因為它不是聲明界來的 十善呢 能守一些的 所以就不熟一些 不是的 八戒和五戒呢 就多一些 這個聲明界來的 那麼八戒 五戒呢 在家二中呢 就守這兩個 那麼出家戒呢 出家戒就有巨足戒 有巨足戒 有這個陸法 陸法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色差摩拿的 色學界女 就是她們 女眾 到了十八歲之後 她就要受這個色差摩拿界 就是學兩年 學兩年呢 才可以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比佯尼界 為什麼要兩年呢 因為要看你有沒有生己 你去看她的時候呢 變成了生己都不知道呢 那將來補上兒子去黑食 那樣大件事 所以呢 所以看下 女眾朋友出家呢 都要經過 都是要 最少要看兩年的了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生己 你有時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呢 我說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說不知道 你知道嗎 只不過不知道 猜不知道吧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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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還有 菩薩界 菩薩界呢 除了這個 在家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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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界 這些出家界 在家界 我們現在說的 都是聲盟界 聲盟界呢 就是生口七支 這個 生生 口四 口四 生生口四呢 身體 生生 殺暴人 這個口四呢 兩視 妄語 此語 這些 這些 兩視 惡口 此語 妄語 這個叫做 四個 生生口四 那聲盟界 還是搜 這一個 搜 這一個 聲盟界 生口七支 總是這個 生沒有殺暴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口四呢 沒有 沒有鬧人啊 沒有兩視啊 沒有惡口啊 沒有此語啊 沒有妄語 那就算了 這個呢 就是因為它是守外面的 所以這個是聲盟界 現在屬於聲盟界 那 那 還可以搜這個 菩薩界的 菩薩界呢 就有兩個 一個呢 就是 梵網菩薩界 大成呢 就是梵網菩薩界 梵網菩薩界 就是守三醉正界 三醉正界 三醉正界 喆栗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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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醉正界 那麼這個梵網菩薩界 還有這個 瑜伽菩薩界 那麼 那儒家菩薩界呢 就是出現二家師弟倫的 那麼 這個西藏那邊 這些出街人呢 就是守瑜伽菩薩界的 那是守瑜伽菩薩界 而菩薩界 那是熟食雜的 無沙街吃雜 因為它沒有一條街 叫你不要吃肉 這個環境無沙街一定要吃雜 為什麼大城那些出街人呢 出街人是吃雜的 這個吃雜和吃雜呢 就是跟這個大硬塔有關係的 這個大硬塔就是原裝法師 在印度的時候經過大硬塔 大硬塔是怎麼可以的呢 就是說有兩幫比丘在爭論這個三靜玉 准不准吃三靜玉 三靜玉的時候 硬王經過 硬王經過你說三靜玉 你說不行就吃那些子女 我中下來給你吃就自然死了 死給你看 死給你看就可以吃我 就不用吃我的子女 就不用吃我的後袋 所以它就蹤下來 整隻硬的蹤下來 那些人就很心心 在那裡建一個塔叫做大硬塔 來到中國的時候呢 原裝法師又建一個大硬塔出來 其實一早的時候呢 傳來梁武帝 就下令所有的出街人去吃齋 因為大城 你要渡眾生 你又要去吃眾生 我看到那些眼眨眨眨的 就什麼了 黃瞻 什麼東西 東海嘉峰笑 海鮮眼眉條 黃瞻你眼眉條 改了沒多久就拜拜 這麼作業都有的 人家已經快死了 你還加鬆笑 你有海鮮眼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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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 有動物的時候 牠黏住在那裡 牠不走 一進了母胎就不能走 過菩提雪 就是這個佛城道的金剛座又過不了 就是第八色 過不了兩個地方 所以母胎 一進去母胎就不行 那變成牠整期的生命都在牠面 那你殺了牠 沒牠會不會殺 所以我們是吃齋的 《梵王經》裡面 第六條小街 這個《梵家菩薩界》四重四十四星 不要說要吃齋的 《梵王經》裡面 十重四十八星 就說明要吃齋的 所以受到梵王菩薩界 就要吃齋 所以我們大乘五出街人 受到梵王菩薩界 就要吃齋 這個西藏 西藏喇嘛 它是受到這個《梵家菩薩界》 它可以吃齋 可以不吃齋 中年有些吃齋 有幾個吃齋 玻璃土零火車 蒼林零火車 你吃齋 當然有大部分都不吃 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放得過 所以其實我們沒得吃 都挺好的 所以不給吃就不給吃 大家就沒得吃 但是吃它的時候 吃都不吃了 你害它 它會害你 所以這個就是菩薩界 菩薩界 你要做眾生 有什麼呢 這個是菩薩界 還有一個叫做佛聖三會耶界 佛聖三會耶界就守十四根管道 不要退失菩提心 這個就是墨宗的界 現在菩薩界就是釋迦微佛 叫德界和尚 這個名鼠做教授 名鼠做揭謀 這個名鼠做揭謀 美勒做教授 這個梵鼠做揭謀 現在這個《梵鼠》菩薩界 就是露聲可佛 做德界和尚 那又是名鼠和普賢做教授 和這個揭謀 這個佛聖界就是疲勞遮罵佛 大日如來做德界和尚 這是默宗的界 所以這個界律來說 在中國來說 是談的這個男生律 男生律就是杜孫法師 是草童子的 又是在這個西安 不過它不是旅遊區來的 就是很遠的 這個遠遠沒有什麼人 好像沒有什麼人去的 那些是一個律宗的道場 沒有什麼人去的 你多數是大硬塔、小銀塔、法庫子 就不會去到這個草層點 草層點 杜孫律師 就在那裡整理這個三大步 我們中國用四分律 四分律加上杜孫法師的遺識 因為他以前是學遺識的 所以我們有三分結合 就是第一分 好像一根華蓋在你頭頂 第二分 第一分大地震動 第二分華蓋 第三分就進入你的身體 這個就是杜孫法師的 受胡殺戒 受什麼戒都好 所以 律中來說 他本身在家人就不准看的 為什麼不准看呢 不准看出家界 為什麼呢 因為看了第一 看了怕你不熟 第二 看了怕你去指證出家人 問你為什麼 你說不准做的你准做 那問題就是 因為他有開源 你不自然看了一半 不看了一半就變得開源 什麼情形之下可以做 什麼情形不可以做 那你只看了一半 因為你不是經常在學那裏 我們是五下學界 所以我一出家之後 一出家 我最先學佛呢 就是二十五歲學佛 是二十五歲歸二 二十五歲歸二 三十五歲出家 四十五歲在這裏 五十五歲是講莫宗 六十五歲是講莫宗 六十六的 今年六十六的 所以這個 25歲那時候歸二 就是1977年 1977年歸二 歸二之後呢 然後到最後出家 都是扔著出家後 就是冤家債主很能搞的 冤家債主你一個人 你又不是同一個人結關門 同一個家人結關門 你看看這大件事 用外母的 所以有外母 有小子 一大堆這麼辛苦的事情做來做什麼 所以幸好沒有搞這些事情 那出家的時候 就走去南武堂 走去台灣的南武堂 讀了戒律 讀了六年 五下學家 讀了六年 三年就讀書 三年是教學院 總共呢 就讀了六年 所以呢 這個有戒和沒有戒 是差很遠的 那戒律和沒有戒 你遲午是一條街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遲午呢 你每個人都不遲午 你遲午 師傅說你不遲午就不遲街了 那什麼不遲午啊 不遲街啊 不遲午不遲街呢 就是說 因為你遲午的時候 就是表現你遲守戒律啊 如果你不遲午的時候 煙煙飯 吃一口就飯一個 你說一輩子吃飯多少個呢 你尊重他 你就不敢飯了 煙煙飯的嘛 吃一口就飯一個 酒又是 口口都飯 不過酒就少喝啦 酒就是沒有飯的必要 但是吃飯 你吃一口就飯一個 那你放一看啊 放一看也不是小東西 所以你吃了之後 就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吃吃的時候 吃飯就吃飯 哇 你照了幾多次就飯了幾多個街 就是你掩著良心 你就能吃了 你要尊重戒律 你就不敢的 你沒有人去摘現啊 現在去摘摘現啊 摘成啊 摘完之後 自己背著英果 自己吃就好啊 還叫別人去吃 不去又不給面子 去又有什麼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很難說不敢的 不應該說啊 這個太多人 太多人不守 所以我們出家人呢 第一件事呢 是不蓄金錢 不蓄金錢是第一件事 如果賣了錢做事的呢 我們是不蓄金錢 我們不是不足 我們是足的 但是我們不蓄金錢啊 但是我們不蓄金錢啊 不蓄金錢就是自己沒有錢的 出家 將生命負之農天 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時候 你不會為錢做一件事啦 做白事啊 什麼都是為錢的啦 什麼都不會啦 那這個傳媒啊 搞事啊 我們奉錢不收錢的 就是你買那些買啦 你買衣服啊 買念珠 那你沒有問 難道還給你嗎 還給你嗎 就拿了你的念珠 它不用跟你客氣的 你給它就拿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不收錢的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不用 錢都不是我的 是吧 你喜歡捐錢就捐錢 不喜歡捐就不喜歡捐 這個我們很行的 多錢就多錢用 少錢就少些錢用 那就沒什麼所謂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在中國的時候呢 這個律中呢 是不多流行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托捕 因為吃齋嘛 所以不能夠托捕啦 第二 沒有錢 沒有錢的為什麼呢 這個卡爾邦 零下三十度 你叫錢 就是想它死 你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就死定了 所以呢 不同於三衣一股 我們哈爾邦又三衣 穿這樣的衣服 哈爾邦凍死 零下三十度 你還沒出來已經凍死 裡面也會凍死 所以呢 你燒多些煤 你就多些原謀粒子 現在大陸在搞 究竟可不可以不燒煤呢 不燒煤就行了 但是你現在 就發明一件事呢 加落煤那裡沒有煙出的 那你就不用拿下煤 這樣 我們大陸都很歡迎你 所以呢 但是都找不到 找到幾十年都找不到一件事 加落煤那裡沒有煙的 那就解決了 但是不行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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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時代不同 環境不同 所以呢 就不能夠照小城這樣守 所以現在 現在這一輪才流行小城 因為大學裡面要搞些什麼佛國班 博士班 石磁班 那些斯里蘭卡的那些 斯里蘭卡的那些 那些不是出家人來的 斯里蘭卡大學啊 什麼哥倫比亞大學啊 什麼石蘭那些大學啊 什麼柱拉農工 全部都出家人來的 當然是說小城而已 但是我們中國是大城多嘛 在家人多嘛 你照小城那裡四念柱啊 這個 這個 這個五庭心官啊 北靜官啊 薩式官 薩式官是可以用的 因為這個是大小共用的 那這些去收的時候呢 可以斷到一些煩惱 不是說沒有用 就是有用的 斷到一些 但是你不可以成就嘛 就是你怎麼可以成就呢 就是人生很短的嘛 人生 就說 人生 這個 這個 這個很短的嘛 那你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拜拜呢 是吧 那你都沒完就拜拜 那怎麼辦 你想 你想小城 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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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 去年多 就得多少 能夠再多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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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天供到多少 得多少 有益一點 走去打坐 斷煩惱 不知道能不能斷 但是你斷完又會有煩惱的 因為煩惱一直跟著來的 不同的日中一食樹 一宿三一一股都沒有煩惱的 它沒有苦惱 你那些不是的 你自己沒有 人家會給你的 债主也會給你的 你沒有 人家有 你對著那些有煩惱的人 你想沒有煩惱多難的 但是他不是 出街 你跑去三十年住 告訴你 那你沒有煩惱 自己沒有煩惱就算了 但是你對著那些有煩惱 他有煩惱 你就有煩惱 你怎麼收都是煩惱的 所以不如消業積覆 希望那些有家的煩惱 送些追完數 所以給你自由空間 都挺差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禅宗了 戒有四科 這個法體形象 戒法 只是這個釋迦文明佛可以做戒法 就是戒法 就是你不可以弄一個戒出來 比如說我成立這個禅宗不行的 只是法才可以的 十地菩薩都不可以弄戒法出來 比如說你現在受的 比亞界 聚足界 沙眉界 或者是菩薩界 你這個墳永菩薩界 儒家菩薩界 這些全部是佛做的 你不可以自己加一個戒律下去的 因為法才能夠弄到一個戒律出來 發 體 這個叫戒體 就是戒法之後 受戒之後 就種了一個種子下去 這個叫戒體 戒體 形 那這個就是發 體 形 相 這個戒就有威夷了 外面有外外表 這個相 有戒上出來 發 體 形 相 有戒恆 這個化 有戒 花 有戒體 接著有戒行 那就有戒相 法體行 這個叫戒的四科 就是你受了五戒之後 這個五戒的法 只有佛一個人可以定的 八戒 五戒這些 別的不可以在中國的戒律改的 就是十地菩薩都不行 只有佛才行 所以這個叫做戒法 受了戒法之後 就有個戒體 因為進入了你的身體裡 你自己會防悲止可 這個有戒體的時候 那就有戒行 就是有個行為出來 行為出來就有個戒相 所以這個相就是什麼不准做什麼不准做什麼不准做 因為你受了之後 你自己不傾聽的 那你就要中戒 其實五戒都要中戒的 不過你沒有人中 佛三戒受了當然要中 在家菩薩戒也好 出家菩薩戒也好 這個就是這個戒 我們跟著就講到禪宗了 這個第二個禪宗 禪宗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禪宗是中國的禪宗 印度沒有的 就是我們的佛教 我們不是金螺迪學的 我們這些佛教是中國佛教 因為為什麼是中國佛教呢 我們都是中國佛教 我們的佛教才是真正的佛教 印度的佛教並不是真正的佛教 那個只不過是千百億化身 正式的佛來說 正式的佛 這個世界有十三層 佛葬世界 遍叫十方山水海 裡面有十個世界 這個佛葬世界 佛葬世界 第十三層裡面的一個殺種叫做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的佛呢 叫做 叫做 毗露娑羅佛 這個毗露娑羅佛呢 毗露娑羅佛是法身來的 他的佛身呢 就是魯瀉羅佛 佛身是魯瀉羅佛 那魯瀉羅佛呢 即是 發身呢 就是見不到的 發身呢 什麼叫發身呢 發身就變成了一個元樂說的 這個呢 兩個 這叫發身 所以十方諸佛同一發身 十方諸佛都是元樂說的 这个是一零开军政府黑白那些数码 所以这个罚姓其实是数码 所以这个罚后来说是一零一零零一一 这个释迦文定法是零一零一零零全部都是一零的 所以你只是见到普通人 只见到一零一零 但是它是全散开的 在空中的 当它要集合的时候 它才会形成一串罚 这叫八申佛 八申佛只是一零 只是开源闭源两个加起来 因为所有的物质 宇宙大爆炸一出来就是开源闭源 所以佛姓要说开源闭源只有两样东西 过游不合 要中度 各样东西都要中度 你太过勤力又不行 太过冷又不行 吃得太多又不行 吃得太少又不行 你走得太快又不行 走得太慢又不行 那样东西都要调节到好 刚刚好 那你就会开心了 因为一调节有些分别的时候 譬如说太过慈悲又不行 你真的被人骗了 或者太过恶又不行 恶和慈悲又要是 所以又会善 和恶两个都要等云 恶都要等云 恶只是精进 所以这个善恶两面 其实恶就是过分活动 你善就是弱 所以这个弗陀罩佛的发生全是一年 十方诛佛都是一年 发生大事 公佣菩萨 地藏菩萨 都是一年一年 大家的组合不同 所以这个发生 十方诛佛同一发生 他所验出来的佛就是鲁瑟罗佛 鲁瑟罗佛在天上面住的 鲁瑟罗佛五决定 第一 厕所决定 他住在摩斯搜罗天的口炎天 第二 是法决定 始统大乘法 第三 是相决定 相好圆满 天象鲁瑟罗 第四 是这个经宿决定 十地菩萨 实地菩萨 始统定 迪高永远五一月半 所以释迦蒙尼佛 这个是主体 这个杜瑟罗佛是主体的佛 他在摩斯搜罗天顶着的 变成哪个时机成熟 就千百亿化生化下来 所以2561年前 看到印度的人搞不定 他在摩斯搜罗天 派一个生下来 糾正你们 生太重了 叫你们吃齋 好吃齋 你们要辞家 你们修行的时候要辞家 虎杂灭道12英元 那不是说印度好东西才能出个佛出来 而是印度搞不定 搞不定 就是派一个生出来 这个才是本初的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 所以教导那些人呢 因为当时印度呢 在这个二千多年前 那些人呢 是有四种阶级 那些人很穷 现在都很穷 所以印度呢 一是就很有钱 养百多只老虎 一是就躺在街上 全部在街上 就是印度旅行 就知道是电灯主要 都是一九九一九九 原来说是人来的 毋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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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起上来北都没有的 有些聪明的人呢 聪明到很聪明 一射十四个卫星 但是呢 下面那些人呢 就不懂得做 那些差的人呢 就差得很差 所以呢 所以做航空保密 做了十几十年都做不到 我们做三年就做到出来 因为那些人不平均 聪明到很聪明 你印度聪明的人 聪明到很聪明 所以聪明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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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 但是 上高的那些人想到 下面那些人不懂得做 所以呢 这个 激死了普京 说印度去做驱逐艦 你去收货 研修 研修呢 去开船 开船的时候呢 这个 文律中的那个船 他不着火 他很幸運 他早说完 他下周就着火 为什么着火呢 人家的船 39次 他开到盡 开到盡 就烧了 锅炉 整个船都没用 整个偵船都没用 整个偵船都没用 你俄罗斯的人设计 你不可以把那些按键在那里 你不可以按错 你弄个按键 你弄个按键 你弄个按错 你弄个手机 你不懂得看的 你弄个手机 他有作弊的 在那里坐半个小时 他就说 你有什么250个小时的经验 那些东西 你给钱 只能签名 所以那些 每次都按错 一年跌了千多架飞机 今年跌了两架 今年跌了两架 最新型的就是自己 所以印度那些人 很差 所以不要理他 所以我们始终要跟印度 印度要打 打完现在再打 我们在印度下面 要开294个水坝 它叫航流 水坝是发电的 我们在上宿做100个 在西藏做100个 在起马拉雅三 那些树一样下去 我们就集住了些水 你现在跟我乖乖叫 我下面做290个水坝 你做100个 但是你看上游 上游是什么事 我自己的地方做 你那里做 我是上游 我幸好 你下游也没问题 所以现在 所以千万不要认印度法教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 要脱印度化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大乘佛教 根本不是印度的 因为这个法 在那里是讲小成的 小成的现在在那里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泰国那些地方 那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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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年之后 发灭度后 500年之后 变得不对劳 那大乘喜信论 马明菩萨 那时候那些东西是大乘的 因为这个 盧舍路 我听下来说 到花园基那时 到一千年 发灭度后 跟着说中工 六百年就出冬树 跟着八百年就出遗识 遗识 遗识中工 都是大乘瘡 跟着呢 就讲花园和天台 那你来到中国的时候 所以花园天台在中国 其实这个是 魯舍罗佛自己教的 花园天台 花园就是 魯舍罗佛自己的境界 这是最初讲出来的 就是佛自己的境界 而斯加玛尼法 只不够是其中一个 应化生在印度那里 那这个对不对呢 对不对 不是不对 但是呢 印度人适用一些 因为他出家人 三一一步一冲一食树一一松 但是 古德都会告诉你 大小城是不共法 不共大城 你不能说我学识小城 我就收大城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菩提道次第港论》 以前呢 抄了一个旧的东西 ABCDF班 日常發 在《菩提道次第港论》 在那裡研究 这些呢 說一說 變成道前基礎 斷氣三個道前基礎 我聽了它三年了 和它辯駁了三年 不可以的 小城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是小城 收到最後 你不可以跳去大城的 因為不同的 這個是北共大城 大城和小城不是有小城變成大城的 小城的心和大城的心不同 小城是出來心 大城要加一個大悲心 你沒有大悲心 永遠都不會的 小城永遠都搞自己 搞自己解決 搞自己斷煩惱 斷了煩惱跟什麽關係呢 我們始終都是大城 我們要放生 要私食 要放蒙生 要對所有的眾生好 所以兩個化身是不同的 不是說小城 收到嚴股 我們變成大城了 不會的 所以大小城是北共法 你一天就大城 一天就小城 當然啦 你學法的過程裏面可以認識一下印度法教 就這樣跳過去 但這個不同級數的東西 不同的東西 所以都告訴你 小城是用四面署的 下一次說 大城是用四尋師 正四如實至 大家都亂頂 因為世底是四家行為 兩個四家行為是不同的 我們十次 十倍 五十倍 我們是四尋師 正四如實至 所有的東西都是名字來的 所有的本來是北生北滅的 但是我們的名字本來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將那些粒子變成一個粉炸 粉炸變了出來就有神墨 但是這個神墨是假的 沒有自性的 我們假設它有自性的 最後它都會歸空的 所以這個粉炸在這裏的時候 你當下就知道它這個東西是空的 這個就是正空性 這個小城就這樣 沿著如生 沿生 沿別 沿起性空 你看 沿起性空 沿起性空 沿起性空就是所有的東西 沿著如生 沿生 沿生 沿別 所以是空的 所以這兩個不同的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大小城是不動化 而且不可以由小城跳大城的 你不是說一定要經過小城這些大城的 所以差別就在這裏了 所以日常發誌 一年直了之後就散了 沒有人聽過胡提道次第講論 沿倒班 現在都沒有了 以前ABCDEF班 說佛青不知道多開心 搞到多少班 現在都沒有了 沒有了 這句話 因為往生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的禪中不是印度佛教 所以我們有一節 六祖能經濟一節 沿中不是印度佛教 為什麽不是印度佛教呢 我們連佛教都不是 我們祖師禪 祖師禪 祖師禪 宇內禪 宇內禪 宇內禪是印度佛教的 宇內禪就是四念柱 北靖官 蘇式官這些是宇內禪 禪中用的是祖師禪 祖師禪是什麽? 北師禪 北師我 不要想善 北師禪 北師禪 佛都沒有教過 北師禪 北師禪 都沒有叫你北師禪 北師禪 佛都沒有教你參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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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著個死屍來的 是誰? 文化歸一 依歸何處? 問你九點亦有窩? 麻生根? 佛沒有教你這些東西 這些是我們中國的 所以我們中國的禪中能夠在中國 立了這麽多年 因為我們 因為這個謎法 一說就不是印度教的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中國流行了這麽久 都沒有印度色彩的 除了淨土也是中國 淨土也是中國特色的 印度也沒有這麽東西 印度雖爺的故事就是葵提希 但是印度人現在變成印度教 你不要以為他是佛教 因為佛教是一撒那 維持到菠蘿王朝 短短的柯玉王到菠蘿王朝 那段時間 幾百年有佛教 其他這些都沒有 現在變成印度教 現在又回教 又印度教 又回教 今天到巴基斯坦 兩個分開 所以這個祖師禪是中國的 所以我們 北師禪 北師我 誰是名順座本來面目 那你這個禪堂呢 禪堂的時候呢 可以進去收 但是收的東西呢 不是叫你收北城官 不是叫你收四年柱 不是叫你收蘇式官 而是北師善北師我 入到去 北師善北師我 那這個禪堂呢 坐到頭惡惡的時候 就快到了 就快到了 一棒就打下去 一棒就打下去了 打斷了 打斷了 變成空性了 杯子裏落地 虛弘老和尚 這個斟茶的時候 獨組的時候 杯子裏落地 響聲明溺溺溺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飾 這樣就開門了 很簡單的 這個呢 見到桃花又會開門了 三十年來 尋見客 幾回落葉耳鈔庚庚 這個 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宜 我們見到桃花 見了多少 我們看能夠見到桃花 不見你開門了 所以呢 這個 見到東西 只是突發的情形 所以這個是腦的特變來的 腦的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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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入青衫 不是吧 所以呢 但是這個禪中的特變 不一樣 因為他現在說的公安 六天六夜睡不著 所有的念頭都離不開公安 這些人就開不了 所以現在這麼少人 這麼少人證度就是這樣 六天六夜睡不著 三天三夜都看醫生 哪一個人開決 你還在哭嗎 哇 睡不著 整天都不說的念頭在那裡 所以呢 再打鐵塔 就是這叫做空性 這個就是政獨了 前年未來 後年已經來 這個空性 空性呢 是你要經過一大輪 一大輪的事情 所以呢 你見到桃花又會 鄉林激竹又會 鄉林也會 掛掛地上 拋個竹下去 一激龍左肢 近骨 賈架 支持 落陽沉 古道 北落蕭元基 所以呢 所以呢 正道是突發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腦的突變 鄭木大師說 腦的突變 腦的突變 為什麼不變成入青山呢 因為入青山那些呢 是腦的分裂 腦的分裂呢 一變二一路變 一路變大 一路變 就是腦筋一路多 一路多一路多 所以很聰明的 過目不忘那些 那些 思覺失調那些 思覺失調啊 精神分裂那些 很聰明的 你有沒有得罪 所以這個是向上的 但是 禅宗那個向下的 向下的 文化歸一 一歸何處 全部縮造一個念頭 所以縮造一個念頭呢 突變的機會就少了 這個突變的機會呢 是斬人的 就是中山的 那這個突變的機會呢 就是自閉症 所以你不理人 不理人 就突然間開不開 都會開不開 所以呢 一個向上 一個向下 所以呢 禅宗就不會的 所以呢 禅宗在中國來說呢 他是一個最大的 最大的中派 還有一些盟人雅士 最喜歡的 所以禅宗呢 你有四個階段 四個階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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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階段 海底、奶牛、行業走 海底、奶牛、行業走 所以開運是很多的 但是不是大致大怨的 一生開怨有千次百次 海底頭上沒有走 你首先要看到光線 看到空性 但是你自治又有的 接著就保任了 保任要12年 做一些簡單的工作 廉前 石普普移民 這個好像屋廉前面的石頭的老虎 好像小孩子睡覺 這個是保任 保持任務自然 因為你政党的空性 還未曾穩固 所以要保任 保任最後是鐵蛇轉入金光眼 這是第三個階段 對著你操茫的分路 最後是昆霖騎將路斯堅 這樣就正做了 所以禪宗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方法 方法 那個是正道 這個呢 葡萄本無事明經 亦非台 心中無陰 何處惹塵埃 這個本來是正道的境界 那些人用了做方法 對呀 經常都說沒有 沒有什麼都沒有 葡萄本無事明經 都說沒有 但是這個是正道的方法 問你自己的境界而已 這個是正道的境界 但是不是方法來的 你全部都當空 什麼都空 什麼都空 這個是正道的 這個是正道的 所以經常搞 中國經常搞來搞去 都是把這個空的東西 而不肯呢 好像陸祖恩 北施善北施惡 他施到空的時候 常常都以為自己正道 那靜坐當然有些境界的 當然有些 不要說會飛啊 會成的 那你有些境界啊 生長會有些電話 去看到一些東西 去跟蹤 去看到一些東西 那你看看是不是思過失調 那所以呢 你經常執著它嘛 所以呢 禅宗有禅宗的東西 禅宗呢 要經過四個階段的 那我們禅宗呢 因為為什麼禅宗在這個特摩祖師來的時候呢 印度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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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8祖 但是它來中國是傳這個教呢 是傳 table 是傳 table 是麵壁 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 這個好像麵壁 那樣 這個呢 都是 都是如來禪來的 甚至到這個 這個五祖王會 這個 這個 東生八門 都是如來禪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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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都是 裏來禪來的 這個都是如來禪 到最後 到綠祖的時候 才不思善不思學 誰是名甚錯 本來沒目 接著我自發無意無念為中 無助為無雙為體 才有祖思禪的出現 所以潛中一下來的時候 到綠祖的時候 綠祖下面有個叫做馬祖 馬祖是一花看劍 五個徒弟 一個就是草冬 草冬 兩家草冬 一個就是歸仰 八眼 宏門 這個是林濟 一花開五葉 全中國都是這五種 這個叫做一花開五葉 所以我們這個聖音法師就是歸仰中的 歸仰中 現在什麼都是歸仰中的 那麼 潛中法師也是歸仰中接著歸仰中的 歸仰中 這個歸仰中 歸仰中是因為我們去見聖音法師 聖音法師 我們去見聖音法師 為什麼正道呢 因為我呢 很簡單的 我和這個法師 住在這個聖天法師 就住大嶼山的茅房 一天坐四支香 每支香四個小時 坐了八個月 見到阿彌陀佛的心 見虛弘老和尚 虛弘老和尚印證他 他就給了一件紫衣 他這件紫衣呢 他剃道才穿的 就是做法會他不穿的 這個是魚來座 有添丁嘛 都挺漂亮的 紫衣 因為這個是光水王刺給虛弘老和尚 刺了三件紫衣 給了一件給聖一法師 所以這個是歸養中的 這個本門老和尚就是臨制的 這個傳媒法師都是臨制的 都是臨制的 所以這個花開五月 結果自然成 所以全部都是祖師禪 和釋迦牟尼法師沒有關係的 釋迦牟尼法師教的東西他們不聽 他們現在用祖師禪的 所以釋迦牟尼在中國本來就是因為他印度化 會看到小城阿朗都追著來打 有時他在他面前行水啊 艱戈啊 他都追著來打他們這些小城的東西 所以他和印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是中國佛教 那中國人才喜歡的嘛 靜土來了中國的時候 每個人都聯發 這個家家公世 恩護 富康彌堂 這個是中國的 所以我們中國的佛教能夠維持功能呢 就是因為這個禪宗 而這個禪宗呢 是傳回到印度啊 譯了很多 很多日本國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方法來的 這個是正道快趣的方法 趙州呢 一晚開始83個人 陸祖呢有86個開五的 所以這個呢 全部都用祖師禪的 那這個呢 跟著呢 我們就講一下天台了 那我們是正天台中的法 那天台中呢 就是這個大女老法師 就傳給我師父 我師父 傳給我 那天台呢 天台和花炎呢 那天台呢 它是本職二門 是一個本 本職二門 那全部都講本職二門啦 本就是我們本有的佛性 我們本來的 本來本地的方光 所以說本職呢 就是隨現 隨現的 所以天台首先講隨現呢 我們本來就是 這個本來是佛啦 本來是佛啦 那他事願在印度 這個是隨跡啦 那所以呢 首先要講他講個法啦 講個法呢 就是五時雪糕 阿含十二方等八 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 二十二年就多野譚 二十二年就多野譚 這個 花炎最初三七日 二十一日 那這個法花亦團共八年 法花亦團共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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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加上呢 恆經三百余會說法 四十九年 還有這個五時說法 首先講阿含經 諸星民眾 所以一出大城的時候呢 小城就說 大城非佛雪 那為什麼非佛雪呢 我們在南傳大藏經裡面結集的時候 都沒有大城經典的 都沒有大城經典的 那當時呢 這個世親無爵 世親就跟他爭論了 他說有七個東西 證明大城是真的 佛以一音說法 眾生除淚皆得解 佛用一個音說法 眾生除淚皆得解 佛呢 不只是用聲音說法的 他是用心傳心的 所以呢 這個眾生除淚皆得解 所以佛講一樣東西 小城人聽一樣東西 大城人可能聽兩樣東西 所以呢 這個道順國師 發言中的道順國師 那這個呢 每天都做註辭 都要做祖課 做祖課 做祖課 三龜依呢 他就走了 走去哪裡呢 不是休息 不是三龜依 不是走人 你們自己拜了 他不是 他是禮四生 禮四生是韋陀菩薩 騎林菩薩 監齋 還有祖師 影堂 所以呢 拜四生 這個拜四生 侍者在裡面跟著 這個道順國師 行 這個道順國師 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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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道順國師 行 什麼事啊 師傅 他唸《花鹽經》 你怎麼走幾步路 你唸《花鹽經》 我唸了整本的了 這樣 我不信 不信是集中的 打了鐘集中 有人派一本《花鹽經》 那道順國師在裡面呢 就在上面一坐下去 剛剛剛剛 每個人都看到不同一本 每個人拿這個第一冊 就看到他唸第一冊 拿第二冊就看到第二冊 第三冊就看到唸第三冊 祖師都可以了 想給你聽什麼就聽什麼 我幫你發 所以現在這些祖先 都死了就不會沒事了 那佛怎麼會進烈盆才行 佛都在這裡的嘛 所以佛呢 這個息生是進了烈盆而已 但是盧瀉羅伯在這裡 問題得不到加持 小誠呢 說所以有加持 因為他的語氣 小誠也不承認他在這裡 他只是說那個語氣 就是他剩下來的那些 靜餘的加持 就是那個語氣 就是我們相信佛還在這裡的 因為祖先 你祖先過了生 都不在這裡了 幾百年他都在這裡了 就是何個米法 法供大影響力 所以佛是不會人家扶的 因為他只不過是一個身體 不見了就比一個身體 但是他的主體在這裡 主體就是盧瀉羅伯在這裡 所以那個盧瀉羅伯是時時都在這裡的 永遠都不進烈盆的嘛 但是釋迦牟利法進了烈盆而已 所以呢 還要執著釋迦牟利法的東西 聽本體講也好 聽盧瀉羅伯講也好 盧瀉羅伯講也好 盧瀉羅伯講大成的 小成只不過是那個時候 適合收而已 還有出家人適合收而已 但是你大部分都是蔡嘉仁的嘛 大部分蔡嘉仁的嘛 大部分蔡嘉仁就是教你 燒月職福求解脫了 那這個是對的這個是 所以這個盧瀉羅伯還在這裡 你不會以為釋迦牟利法不在這裡 這個 所以呢 它還在這裡 它一定在這裡 所以釋迦牟利法 入了聯盧之後 又回到盧瀉羅伯 這個盧瀉羅伯是真正的盧 這個只不過是映霸生來的 就是在引渡 所以我們學的東西 都不是引渡法教來的 不過現在那些人呢 學一下到盧瀉羅伯 因為那些交通的資訊方便 看看什麼 看看那些英文啊 什麼什麼 大佬 在大堆變成小城佛教 小城佛學博士 小城佛學博士 有空去找個評論一下 所以這個天台呢 是講本職義門 它本身呢 像壽量品 它本身是三十二品 全部都是孔富 這個法花 這個五時樹法 柯銀十二年 跟著就是方等 柯小陽達 還有維摩蕅經 跟著二十二年講波野 金剛經 就是這個大波野經 第五百七十七段 六百点大般若经是五百七十 这个《心经》就是大般若经的精华 或者是《心经》、《心双经》 《花言经》就是佛教的传统 这个《花叠徒共百年》 所以这个《花言》中 就将佛讲的经分开作五教 《花言五教》 第一是小成教 第二是大成 大成初门 就是中宫遗息 这个是大成的 只是中宫做不到的 因为是空的 一切又发言梦魂炮影 那你杜忠森做什么? 都是梦魂炮影的 所以这个是空 这个有呢 你只是一时时能乱式 不怕野层开 没有空就不行 所以这个是大成初门 大成初门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第一个小成教 第二个大成初门 第三个呢 大成遁教 遁教就是禅宗 大成遁教就是禅宗 这个禅宗 禅宗是最好的 还是大成遁教 大成宗教就是这个 这个八花 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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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宗教 八花 他除了说这个五时处法之外 还有八花七月 《医女明珠》 我们每个都有法性 那么我们迷失了 我们呢 心爱求法 《切记同他力》 《飙飙与比喪》 所以呢 这个有八花七月 孔子随奔 孔子随奔就是孔子的长者 带来个儿子去看花灯 护会 迷失了五十年 佛讲经五十年的话 四十九年的话 五十年 迷失了五十年之后 在一个地方又见到他的儿子 为什么他的儿子就说 你是我的儿子 你有佛性 你是我的儿子 那个人很害怕 因为你佛这么大威德 我是佛 不是吧 走老的时候 没办法 佛唯有想一个办法 就是找两个没威德的人 声闻原国 声闻独国 一个阿罗 顾他随奔 随奔 随奔就是烦恼 烦恼了生死 随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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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跟他灌顶 接接整届如来的家业 就是穷子随奔 首先 他为什么要讲小城呢 是因为你一说自己有佛性 就怕我是佛 是不是 所以你就怕 首先收小城 乞掉白佬 同志随奔 然后就慢慢做长工 做长工就入大城 最后就得到如来的灌顶 墨忠 墨忠如来的灌顶 所以这个法花真意 同志随奔 这个法花圆意里面的 所以智者大师在法花里面 整理了三套东西出来 一套就是法花圆意 就是讲这个判架 讲这个的 一套就是法花文句 逐句逐句解释金刚经的 一个就是子宫 摩科子宫 这个色时波罗麦智帝法国摩科子宫 这个在法花里面整出来 智者大师是东土小识家 这个在法宫里面说 默库禅行 方便静 内焚 遗息的家长空 这个传统花炎修生律 二理精明 天台中 那当然是天台中 天台中最好东西的 就是二理最精明 所以在中国来说 很多人都求我传法给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来说呢 天台中接法呢 是不用审核的 就是其他一个中 你前中的什么中 他都要 中央都要看你是否真 但是天台中呢 就是真的 就是天台中你接法的时候呢 就是照批 照批的 就是你接了法呢 中央不用看你的 就是不用看你 因为天台中 你能够接到天台中的法呢 就是你教你 就分路上下了 所以呢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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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三论中 三论中呢 就是中论 八论 十二门论 这个中论呢 就是龙恕菩萨 天台中 就是以这句 中观解立中 这个 恩怨所生法 我说即时空 亦明是假明 亦是忠道义 叫中论 中论 八论呢 就是他的徒弟 堤婆写的 堤婆写的 十二门论呢 就是龙恕菩萨的 那这三个呢 这个中论 八论 十二门论呢 这个属于中观 属于中观呢 大乘初门 因为这个是大乘初门 大乘初门 所以呢 这个在中国是不流行的 就是河河河十大 进来之后呢 是没有流行到的 就是没有传下去的 所以这一宗是断了的 这个 但是 还有遗息呢 遗息呢 遗息呢 又流行到的 遗息呢 本来真正的遗息 是花言 花言 才是遗息 这个 定言和花言 都是真正的遗息 但是这个真正的遗息 那些人不了解 所以要讲 这个世间的遗息 有留的第八识 有留的第八识 你理解了 才知道 能够 能够 所以这个第八识 第八识呢 第八识呢 并不是 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 很难解释的东西 所以 我们现在讲 第八识呢 讲DNA 和RNA DNA DNA 去养活 去养活同学村 这个 脑标凌 线标凌 那些 DNA 当你的人 入了 人 死了之后 你走出来 这个不是DNA 这个是中阴生 走出来 变成中阴生 那你进入身体内 的时候呢 进入身体内 就变成你的DNA DNA DNA 60兆个 所以拿你一粒呢 拿你一个DNA的头发也好 什么口唇也好 拿棉花棒 拿你的皮肤也好 都可以知道你整个人是怎样 就是DNA 你全部的东西在里面 23对染色体呢 里面包含了你什么病 什么病 你给陆萌萌 DNA 一本东西给你 D 这个 G A T C 四个东西而已 这四个东西而已 去养活同学村 到标凌 先标凌 这个全部都是G A T C 不过排列不同呢 就变成了三万个不同的东西 有DNA 每个人的DNA 就变成了 你进来 他刚才做的 出来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 就证明你左授的业 什么都是前世所做的东西 有DNA之后 那你说DNA不会改的 那怎么办呢 下来 其实DNA 它并不是全部DNA 那还有一个隔离呢 那个通润生是在隔离的 就是那个第八色的 阿拉耶色呢 是在DNA的空间里面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呢 整天可以分 整天可以打进去 带进去 带进去什么呢 FNA 这个RNA RNA呢 就是打一些东西 进去DNA里面 让DNA的东西 带回来 你的业带回来 反正你这些 有同性的东西 带进去DNA里面 那就是RNA RNA 这个信使DNA 它可以打那些东西进去 所以呢 你的第八色在外面 才能够打那些东西进去 所以DNA是一部分的东西 不是全部都是DNA 所以呢 当你死的时候呢 这个是来先作主翁 那些东西集合在一起 DNA是走不了的 死了还有DNA 死了还有DNA 死了是走不了的 所以它只不过是 那个中央生走出来 就是他有来先作主翁 这个是雷八明点集合在一起 在中间那里 一声撞 一声撞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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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现在说违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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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色规矩中 违色三十中 再看成违色论 所以叫做内焚违色 知语名试已经搞到你头疼 这个是内焚违色加强控 加强就是三分钟 这个接着就做曾延宗 曾延宗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说曾延宗 还曾延宗 还曾延宗不是说我喜欢曾延宗 而是禅政墨里面为什么说墨宗 我不是只是说墨宗 我说靖土宗 我说禅宗 我没有只是说墨宗 因为墨宗是没有了那么久 我们再带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墨宗 在日本带回来的 我特意是在日本带回来的 特意是在日本学 学了回来的时候 在中国 中国再搞回来 我们的东西比日本好 为什么好过日本呢 日本的法本和以前的著作 全部都是中文来的 但是日本人现在不懂中文 不懂汉语 那些年轻人不学 老一辈可能懂的 文化大师那辈 那些明治维生那些 懂中文的 大家都懂中文的 但是他教的墨宗传书 四十多部 全部都是中文的 现在他所有的法本 四加行法本 诗法法本 准提法本 全部都是中文的 所以我们呢 学起来就比他更容易了 所以我们学了回来 而且他去到日本的时候呢 他是在家人 在家人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在家呢 登元冬变成一个在家呢 因为他去到日本的时候呢 本来头头都是出家人来的 最先呢 就是每一个族呢 就派几个人出来出家啦 维持他啦 出出家呢 那些人都很辛苦啊 出家 那我们结婚 就是明治维生的时候呢 这个风神秀根就说 我们日本呢 天气凍了 吃肉不行的 所以可以吃肉 天气凍了 不够营养了 吃肉啦 跟着呢 我们天气凍了 可以喝波夜汤 就是喝酒啦 跟着呢 哎呦 我们日本不够人啊 不够人呢 但是打起来不够人打了 你出家人结婚啦 所以呢 又饮酒吃又结婚 那变成了在家啦 那在家的时候呢 在家收的时候呢 就有他的顾虑嘛 我们没有顾虑的 我们只是一生打架 我们没有顾虑的嘛 死了就死了 你就没错 但是他有老婆子女的嘛 那怎么办呢 整个家人要赚钱 我们现在一个月之初十五万 我们不用怕了 没有就倒闭了 这种无垂 没针子无垂直 他们不是老婆子女的嘛 整个老婆子都在在廟里面 老婆就是给你 女儿就是沙眉的 儿子就是沙眉的 整个家人都是自己人做的 那自己人做了 这些伙子就要收钱 就是要收钱 要赚钱 那我们到了中国的时候呢 他們每樣東西都不收錢 所以我們將它分開為兩個阿西尼 一個全國阿西尼 一個恆巴阿西尼 恆巴阿西尼就是在家的 全國阿西尼就是出家的 所以來到真年中 現在大陸的人 每個人都走來學 為什麼來學呢? 因為大陸是一鞋政策 他們沒有工作 兒子有很多錢 又不肯去打工 他打工給人欺負的 自己來學真年中學 然後在淘寶上掛個燈 正是要什麼買 要什麼買就買 不買就收拔了 所以每個人都走來學 這個不是說法特的 而是過日神的 他們學了之後就做阿西尼 你可以賣東西 萬艷珠 賣什麼都夠了 他們都不想打工的 每個人都不想打工 因為一鞋政策 兩個人的錢都剩下給他 那些又有地 又有錢 又有成的 所以他們就不用怕 所以有個走來做火供 做完火供 放下三千元美金的珊瑚念珠 又放下一個一卡的鑽石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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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的鑽石 那又放下一個駝飛鑾 哇 你記得自己的 那些都沒有錢的 你不要以為現在大陸很窮 但那些人是很有錢的 因為兩個人只剩下一個 所以這個 曾延宗 曾延宗就是由花延宗 花延宗就是真正的遺色 花延宗就是金光界 就是後天的修行 金光界 這個天台就是胎藏界 就是我們本有的佛聖 這個就是胎藏界 胎藏界是十三大院八十年台 這個白色 十三大院 十三個院 八業年台 這個花延宗就是怎樣修行的 怎樣修行 我們這個洪森世衛 洪森世衛 洪森世衛 我們想出三屆 然後洪森世衛 抵你真的出了三屆 其實法國都還不可以 因為還未成成佛 所以這個就是李翠會 你知道這個我們本有的佛聖 這個就是李翠會 然後是一印會 然後是四印會 四印會 然後是微細會 然後是供養會 然後是微細會 然後是建和會 然後是成生會 這個花延是怎樣去成佛的 天台就是我們本有的佛聖 所以兩個加起來 就是密宗的胎 金胎兩狀 所以其實整個系統是一個 而花延的四個境界是 視無愛 就是明層詩 視無愛 理無愛 理無愛 視無愛 理就是個名字 這個名字 名字就是毀生物解 粉賊 這個就是理 這個視無愛 變成了一個墨 這個視無愛 這個視你無愛 視你無愛 這個本身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視性假立層詩 這個就是沒有自性的 沒有自性的 視你無愛 所以沒有自性 視視無愛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視視無愛 其實跟這個四層詩 正四言實詩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 來到中國來說 我們應該怎樣去學這個佛教呢 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佛教 第一 我們不和小成佛教 小成的佛教是適應出家人的 即是印度那時候的情況 所以現在的出家人 你說我要收小成 這樣也無所謂的 你只要斷煩腦條生死 這樣也無所謂 但是對大部份的學法的人來說 是沒有用的 你收四年柱 收內功成什麼 收到一半而已 半登坑 就讓你收到很好的東西 你都是只有一半而已 但是你以後 還要知道下一輩子怎樣呢 下一輩子你收不到道 你收不到道當然最好 但是小成人都證不到 你怎麼會證到呢 小成人都沒有可能看 那你又怎麼證呢 沒有證不到 那時候就是共南坑 現在當然要念法啦 所以 所以 現在正當念法法門 念法法門 念法 只是念法 難道一出來就念法 念到死都念法 只有那四個字 那你有時間的 要學墨忠 學墨忠來收一些世間法 有人說你是非超方理智天 不夠福報就共十二天神 有冤家債主來做些放鬆衫那些 那你會和墨忠 所以呢 墨忠你有空就打坐 就是可以打坐嘛 你喜歡打坐就打坐 所以呢 整個 整個系統 其實呢 整個系統是走向墨忠的 就是這個 最最後就是墨忠的 所以呢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就不是墨忠做主 但是第二道是墨忠做主 我們這個佛陀涉化旗 跟著小城的步伐抉襲旗 跟著中觀前紅旗 跟著這個維式涉化旗 中觀維式 到這裡是印度的 跟著到最後中觀維式吵架 那就出墨忠 那這裡是墨忠 最後來就走了墨忠 傳來中國的時候呢 都是墨忠 墨忠 墨忠 所以呢 在日本 和在西藏的時候呢 以墨忠為主的 墨忠為主 加上修正土啊 加上修這個 修這個禅忠啊 即是禅政墨都是三個雙修的 那你以墨忠為主 那就修另一些 那麼 因為來到中國的時候呢 因為墨忠呢 有神通的嘛 所以歷代那些 帝王呢 都不讓人修什麼 就是不鼓吹這件事 你修一下禅忠好了 那修一下禅忠 修一下淨忠好了 不要搞墨忠了 即是墨忠自己修就行 這個自衛海是自己修的 不是人給人家修的 所以呢 墨忠就沒有盟洋 也都沒有去拿 傳到日本之後都沒有拿過來 那你現在拿回來呢 有這個墨忠之後呢 那禅政墨三個一起修 一一起修 你年輕的時候 收多些禅忠 中年收多些禅忠 老了之後 收淨忠 多些收淨忠 那就三個加碼 那你說 哎 只是我收淨忠 都沒有所謂 但是 你現在有什麼障礙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你要航摩啊 要維度啊 要賺錢啊 那你就要墨忠了 那你就學壞了 有什麼所謂 不過以前呢 你都是一路收開的 你不念十小咒 你不念大悲咒 你一邊念墨忠 不過你沒有棍頂 沒有性而已 你又棍頂又有性 那你浪費時間 浪費做完四家行之後 你就學生了 用什麼都可以研究 那他供完頂之後 你去這個年墨 你就不要不收墨忠 都可以的 所以呢 這個 蟬靜脈三個一起收的 現在是八宗共鴻 那這個泰國大師說 八宗共鴻 但是八宗共鴻 不是叫你八宗獨立發展 而是叫你八宗一起看 所以呢 剩下來呢 是蟬靜脈 我們今天呢 講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什麼